今天這一道也是低醣飲食 而且待會兒還會告訴大家 國際上研究 吃的順序有配包 沒錯 好 那我今天要做一個套餐 事實上對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汆燙的其實最好 但是有時候它又太沒味道了 所以我們來選擇一些 有好的一些健康元素在身上的 比如說我們常常聽到 Omega 3的魚類 我們今天用的比較不一樣 我們今天用的是一個蝶魚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雪魚 或是選擇遠雪 那也不錯 最常見的可能就像鮭魚 像是鮮魚 一些比較富含油脂的魚類 好 那我們首先現在這個蝶魚 撒一點鹽巴胡椒 還是要吃得健康 還是要吃得有味 那我們撒一點鹽巴胡椒 稍微鹽漬一下 好 另外我們拿一些鹽巴 把這個滾水變鹽水 就是我們待會兒在調味的時候 我們不再另外加鹽巴了 我們直接利用這個水裡面 產生它的鹽分 這樣其實它比較均勻 也比較快速一點點 好 那首先我們要先來穿燙 這個叫做綠色的蔬菜 這個是芥蘭花 我們把這個芥蘭花先把它 芥蘭 對 芥蘭花把它挑成小段 直接再來穿燙 芥蘭現在是季節了 現在可以了 其實現在很多蔬菜 很難說它到底有沒有季節 沒有 比如說像青江菜 對不對 紅蘿蔔這些 其實比較常見的 它大概一年四季都買得到 好 那芥蘭當然還是偏 這時候是OK的 冷一點的時候它是更好吃的 好 我們現在直接用這個橄欖油 一樣用橄欖油 好 來 先放下來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我們來現在煎這個蝶魚 另外這邊我們選了一個 比較特別的是一個 帶皮的馬鈴薯 這個到底好不好呢 我們等一下就請劉老師 幫我們解答了 好 這個我們現在先把這個蝶魚 就直接放下來 所以是皮朝向 對 皮面朝向 也有用到 然後另外它有松脂 然後小番茄等等的 這個你剛剛提到說 如果說這個 GI值要比較平穩等等 上班族可以選擇一些五穀雜糧 那像這樣子的馬鈴薯 或者很多人到超商會去買 地瓜 到底要怎麼樣出 對 其實除了我們一般講的 糙米 五穀米之外 我們像地瓜 馬鈴薯 它都是比較偏向 中低GI的食材 但是特色就是說 盡量如果可以洗乾淨的話 要連皮一起吃 然後第二個就是不要切 不要弄成泥 要吃快 比如說有的人 他會把馬鈴薯泥 弄成馬鈴薯泥 有沒有 這樣GI值就會增加 這就不OK 有的人會吃地瓜泥 這個也不OK 所以如果你是生的 或是一顆這樣子的 它的GI值相對來講是比較低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好 來 你現在把香料 直接放進來 對 我們現在其實很簡單 我們剛剛說不再多加多餘的油脂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本身這個蝶魚 它就會產生油脂 其實我們藉由一點點燒取的油脂 去引出這個蝶魚 它本身的Omega 3含的油脂 它油脂慢慢滲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同時鍋內有蠔油 有橄欖油 有魚油 利用這樣子一個香氣 溫度 去把一些香草 比如說迷迭香 我用迷迭香跟百里香 百里香 用這兩個是因為這兩個最好買 OK 它也好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邊的芥蘭菜其實差不多了 很簡單 我們直接把這個松子 它是好的 其實我覺得在挑選堅果很重要 因為堅果很容易會有油耗味 特別是過期的 其實你一吃它是會很刺口的 所以挑選堅果一定要看日期 好 我們直接把這個堅果丟下來 我們直接利用它這個熱度 我們就直接把它拌在一起 好 其實它這樣同時 在加熱的同時 它也是會釋放出一點堅果的香氣 跟油脂 我們就直接把它拌在一起 這時候你當然可以選擇說 你要不要再撒一點鹽巴 胡椒 但是因為你水裡頭剛剛已經有 對 所以就不需要 因為它會喜歡一些什麼黑胡椒 很多人喜歡那個 我們把剩下的這個櫛瓜 櫛瓜 香菇 為什麼不一起燙 你要分開燙 因為我們要做套餐 這基本上叫做一個 了解 它是要開成好多道菜 這樣就對了 這是一個多功能式的水鍋 所以其實你也不要想說 你要吃著健康 你就一定要搞得很複雜或很麻煩 甚至說去外面 一定要買別人做的健康餐 你在家裡只要一個平底鍋 一個水鍋 大概就可以做了 現在外面健康餐超貴 而且標榜越健康越貴 好 那我們直接把這個蝶魚翻面 以理 吃個順序國際上的研究 對 其實我們還是建議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穩定血糖的話 順序上面來講的話 會希望纖維要多 整個餐裡面纖維最高的就是蔬菜 所以希望是蔬菜先吃 然後蛋白質裡面 有分植物性跟動物性的 我們植物性建議是一半 動物性一半 動物性要來自於 比較偏向白肉系列 比如魚或雞肉 海鮮類的 然後最後再來是希望吃到 我們的顴骨雜糧類 所以順序是這樣子吃 然後水果的話是盡量可以放在 如果餐後兩個小時 然後不要打成果汁 所以整個順序是這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建議 其實在國際上面 在2014年有臨床的 生化營養學期刊裡面 他有做一個觀察了兩年半的 第二型的糖尿病人的研究 然後他把一組是所謂的 他吃飯的順序是 先吃蔬菜才吃澱粉 第二組是先吃澱粉再吃蔬菜 結果發現 第一組先吃蔬菜的這一群人 他有得到兩個好處 一個是餐後的血糖 他降得比較快 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胰島素的分泌穩定性 也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個對血糖的控制來講 是非常好的 甚至於這個研究他有發現 因為本來是糖尿病人 他發現不是糖尿病人 如果你是這樣吃的話 蔬菜先吃 然後再吃我們的澱粉 後面的澱粉的話 它有助於24小時的血糖的穩定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鼓勵 先吃一碗蔬菜 再吃後面的食材 OK 好 吃飯的順序很重要 來 我們的套餐也快完成了 沒錯 好 最後 是不是鍋裡還有剩下油 都不要浪費 還有香料對不對 我們直接把剛好剩下的這些 直接關火把它丟進來 待會兒再加入蒜碎 把它拌一拌 然後就完成我們最後的一個小餐 套餐囉 試試這道 香料碟魚排檢餐 DGI的碟魚跟馬鈴薯 加上各式各樣的蔬菜 豐富纖維 營養均衡 讓你吃得健康又開心喔 而且裡面是沒有飯的喔 它是直接用馬鈴薯 來做碳水化合物 所以這是大家可以參考的 教授 我要請教你一下 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 如果以健康檢查來講 你覺得有一些項目是一定要加的 是啦 如果有一些無法解釋的 肚子痛 背痛 體重減輕 那這些我們建議的檢查方式 包括抽血 抽腫瘤標誌 那另外可以的話 加做一個電腦斷層 這樣的話可以比較早期的去診斷出 胰臟癌的可能性 還有腹部超音波也需要嗎 需要 所以腫瘤標記 腹部超音波 然後還有電腦斷層就對了 是 好 那麼在對抗癌症 或者預防癌症的路上 健康2.0會一直陪著大家 有新的療法 我們也會讓大家知道 所以這一集 大家在網路上 也可以趕快傳給親朋好友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